歡迎回來TVS新聞大白話 我們上一集討論的是 我們的國人年輕人在柬埔寨 被受困的消息說求助無門 想盡辦法如果去找了中國 或者跟中國商會有關 就被說是中國同路人 有這麼的抗中保台 但是你看國際社會好了 對於中國的態度 現在正在很多很多面向的改變當中 越來越多的新聞的消息 告訴大家有這樣的現象 其中南太平洋島國紛紛倒向中國了嗎 所羅門最新的消息 除了之前簽署了這個協議 引起美國極度的高度關注跟不滿之外 最新消息是他們又簽署了 1億美元的華為交易案 這個是被美國所全面禁止的華為 他說把中國國有銀行獲得的貸款 大概要蓋161座這麼多的手機通訊塔 那麼因為澳洲呢 只幫所羅門蓋了6座訊號塔 那麼上個月呢 1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Digital 西太平洋的這個數位公司之後 那要阻止中國電信的競標 競購可是看起來是徒勞無功 華為還是拿下了包括要蓋到161座 這麼重要的手機通訊塔 告訴大家什麼呢 那東帝問也警告澳洲了 如果澳洲不支持東帝問的天然氣管道 跟出產油氣的話 他們就會跟中國合作 有必要的時候總統要去訪問中國 為什麼 其實這些國家都要自己想辦法升級 他需要有通訊系統 這個通訊影響了整個國家的升級 所有的產業的方向 那麼要天然氣要能夠出口 然後要有辦法有管道可以賣啊 但你們都限制我有各種的銷售管道 那中國OK 我當然跟中國走得近啊 而紐西蘭的一位副教授 Jason Young他也說 太平洋島國呢 跟許多市場相距很遠 近年來呢 這個經濟實力 當然也還有一段懸殊的差距 很多大陸的企業 到太平洋地區的出口越來越多 那麼幫這些經濟體 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收入 因為買他們的東西有經濟的交流 甚至有一些合作可以貸款給政府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是重要的 那歐盟包括美國都很擔心了 西方世界的國家 即將要離任歐洲駐澳洲的大使 普爾奇說 他說最近的中國侵略加劇 讓歐澳雙方要明年簽署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錢總理也是說 澳洲必須要達成微妙的平衡 跟中國走友好路線 否則的話 台海衝突永遠不會解決 錢總理之前大家記得嗎 莫里森 他是最親美反中的 但現在呢 有一大堆的清算 等在他後頭 說他過去呢 有很多兼職的身份 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照片 在當地媒體的報導是 他獨坐在場椅上 看起來心事重重 那麼很多西方的媒體 對於中國輿論戰 當然是發動的非常的厲害 我們光直接來看看 這個澳洲的戰略研究所 ASPI的研究報告好了 這個組織呢 是2001年成立之後 主要業務是炒作 中國對澳洲跟世界造成的威脅嗎 那麼這個報告裡頭 堅持澳洲大學 是跟中共積極合作的 甚至還發表說 中國以導彈要襲擊威脅澳洲 等等這些報告 後來被踢爆背後的資金來源 其實就是美國的軍方 那當然 中共的官方也有很多回擊跟批評 那澳洲的學者 自己就嘲笑自己啦 西方媒體啊 曾經讓我以為 中國的滿大街士兵 控制者行人的一舉一動 這個西方世界的媒體戰 聽聽他們自己人怎麼說 但是那是我的印象 那就是西方媒體的印象 他的這個船艦不是很大的船艦 比較中小型的 跟日本的軍艦對撞成了 他是當時船上的指揮官被救起來 那後來當然就發生整個在南太平洋的 美軍跟日軍的這個戰爭 甘乃迪總統被救起來之後呢 他回到了美國 他被視為英雄 所以後來他就陸續的當了參議員 當了總統 今天現在美國派駐在澳洲的大使 叫做Karoline Kennedy 是甘乃迪總統的女兒 你看多有趣味 對不對 所以應該說美國對於南太平洋很重視 他是很重視 尤其是對於那個北太平洋的 那幾個島嶼 大概主要是三個吧 帛琉相關的這個島嶼 克羅米西亞 因為他把它當作什麼 他當作當初在六年代到八年代的時候 核子釋暴的這個場所 他其實知道 從二次大旦的這種地緣位置 他就了解 南太平洋其實是 太平洋兩邊的軍事的道路 如果美國要從軍事的角度 進入到這個亞洲 太平洋這些跨島是很重要的 當然你說現在有船艦有這種 所謂的長城洲際飛彈 但是呢 這些島嶼加有900多個島嶼 包含紐西蘭跟澳洲 有至少14個國家在這個上面 那因此這個島跟島跟國跟國之間 就成為一個軍事的要地 這個時候美國擔心 其實最主要關鍵在這邊 他多少年不在意這個東西 再說這個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甘賴迪發生那個這個事件的地方 就是所羅門群島 就是所羅門群島 美國在所羅門群島上一次 派這個大使 1993年 完全不重視 現在過去這15年應該要講 中國大陸在這邊經營 我們台灣人最有感受了啦 我們在那邊陸陸續續的失去邦交國 不就是在那邊嗎 那我們為什麼會失去邦交國 因為北京經營嘛 那北京經營怎麼經營呢 貿易當然是最主要的 援助也最主要 上次東加王國的就是火山爆發 第一時間到達的援助 是他們用運20 在24小時之內運來的人道物資 然後呢 現在美國說 我也要在東加王國派一個大使 所以現在變成是說 雙方都在爭奪這個南太 但是我必須要做一個澄清 美國其實真的是在玩零和的競爭 然後呢 中國是採取比較開放的 當然它的開放是覺得 它的優勢在這邊 因為它覺得它貿易跟援助上面 其實別的國家沒辦法跟它競爭 但是呢 我舉例而已 像比如說歐盟駐太平洋大使 他最近都提出來說 歐盟有個計畫 有五百億要跟這個基里巴斯要合作 開發一個島嶼上的港口 然後要提三百億歐元 這都比美元還大對不對 然後呢 要協助南太平洋的發展 三 對不起三千億 所以三千五百億 我覺得這個畫大餅到這種地步 各位還記不記得上一次G7的時候 這七個有錢國家聚集在一起說 提六千億的基礎建設 要跟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 結果到現在呢 大概框了二十多億 那做不到 歐洲要去參與到南太平洋 結果框了三千五百億歐元 根本不可能對不對 現在不斷地在畫大餅 希望這些南太能夠接受 就是美國歐洲的這些影響 就我覺得反而務實至現在的 這個紐西蘭的政府 還有現在的澳洲的這個政府 也就是現在這個勞工黨的政府這個upiness 也就是說他慢慢也就瞭解 中國在這邊的經營 其實不見得是排他的 他甚至願意跟這個澳洲紐西蘭 或整個南太平洋 我們叫南平洋平洋島國論壇去合作 然後呢經營島嶼 當然這個島嶼有的時候 可能會擔心說 你會不會有軍民兩用 這個是美國現在擔心 澳洲也擔心的 這個是也許他們是一個比較關心的所在 你現在看看在這個 這個斯里蘭卡的那個島嶼 也就是這個 這個漢班 這個漢班托塔島 那它其實也現在變成一個 99年在2017年由中國來托管 這個管理99年之後 現在中國大陸的測量船也進去 但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這個大型的軍艦 它只是一個測量船 雖然是一個大型的這個測量船 所以在南太這邊呢 我覺得雙方的競爭尤其在軍事層面 是比較緊張的 但是在經濟援助跟貿易上 我覺得不見得要用一個 這種零合或排他性的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過去的15年 中國在這邊的競爭 我們台灣其實感受最深刻 而美國 歐洲 甚至澳洲 現在才開始重視 然後派這個1943年在這邊 乘船的甘乃迪的女兒來做大使 是有它的意義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態度上 對南太平洋要這個同樣的重視 而不是單純的從抗中反中的角度 而是你真的重視南太的開發 觀眾朋友我們先來看看 包括現在世界的大事是什麼 有可能在11月 拜登跟習近平這兩大巨頭 會王見王 在G20上面 在巴黎島 在印尼 那烏爾戰爭還在打 看起來俄羅斯沒有垮耶 那中俄看起來也蠻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了 不過西方霸權有可能先終結嗎 我們先來看看呢 美國總統拜登過去做了很多事情 看起來這個背後都是想要壓制俄羅斯 想要壓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可是他成功了嗎 看起來沒成功 而且中俄的影響力越打越大 包括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現象面 緬甸的軍政府現在已經宣布了 他要進口俄羅斯的油品 這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他們說他們考慮請中國跟俄羅斯 一起在緬甸的境內探勘石油 因為現在能源戰經濟戰才正式開打中 大家都想要自己的國家 如果有能源該多好就不用進口了 可是緬甸找的是中國跟俄羅斯 我們再來看看包括G20 我們剛剛講了在11月 在印尼的巴黎島登場 那個時候四方王健王 包括誰 包括拜登 包括習近平 包括普京 另外一個人就是烏克蘭的總理 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都有可能在這個場合見面 能不能夠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呢 還是要重新洗牌呢 我們先看看剛剛講的 烏爾戰 烏克蘭沒有垮 可是俄羅斯沒有垮 可是烏克蘭看起來蠻慘的 而且還有一個陪葬的人 就是歐盟 就是歐洲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歐洲的能源問題 還有通膨都非常嚴重 來看看華爾街日報怎麼說 他說 澤倫斯基當時 戰爭還沒有開打的時候 其實他有收到美國的情報 美國有跟他說 普京是完真的 一定會打 可是他怕民眾逃跑 導致經濟崩潰 所以沒有分享訊息 哇 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他明明知道俄羅斯要打他的國家 他不說 他還說 我們預測是不會打的 所以民眾都留在國內 沒有逃跑 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消失 那你的英雄泡泡 是不是就沒有了 是不是被戳破了呢 現在已經很多人在批評他了 說你為了一己之私 你為了大家 沒有鳥受散 那你犧牲了蠻多人的生命了 我們來看看現在有一些西方國家 也在等著烏克蘭投降嗎 那烏克蘭的外長 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節骨眼講了一句話 別人都覺得太離譜了 這個外交部長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叫做庫列巴 他說開戰當天 他的家人 他的老婆 還有狗都已經出國了 把他送出國了 哇 這聽到很多人 在欲血奮戰的烏克蘭人民來說 實在是太諷刺了 於是俄國外交部的發言人這位女性的扎哈羅娃就非常酸的說 你們基辅的政權的愛國主義者原來就是狗比一切都重要嗎 要開戰了 你把你的老婆小孩把你家的狗給送出去了 其他的平民百姓就留在這邊送死嗎 這是非常諷刺的事情 我們看看匈牙利總理 在這一次的俄乌戰爭當中 看起來他沒有跟美國同調 也沒有跟歐盟同調 他今天講了一句話 接受西方媒體的訪問 他認為烏克蘭戰爭將會結束西方的霸權 這是匈牙利總理奧班的原文 他說這場戰爭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區都沒有支持西方的立場 支持西方的只有歐盟 只有澳洲或者是一些包括台灣 這些國家韓國日本 他認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認為烏克蘭戰爭會結束西方的霸權 他講了幾個重點 我們整理在這裡 包括西方沒有辦法在軍事上贏得戰爭 以及制裁俄羅斯沒有破壞這個大國的穩定 至少俄羅斯看起來有受傷 可是沒有垮台 還有制裁對歐洲自身的傷十分巨大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英國的通膨已經到了兩位數了 那包括法國德國一樣 今年的冬天都會很難過 還有曾經任由阿拉伯人擺布的中國已經贏了 這是他的預言以及他的看法 還有最後最後他認為美國的能源公司也是賺飽飽 當歐洲國家當很多國家都為了能源短缺而苦惱的時候 美國很多私人的能源公司荷包是滿的 觀眾朋友現在在亞洲 我們來看看亞洲這個地方 我們的國家所在的地方 日韓最怕中美開戰 因為前一陣子 包括裴洛西訪台引發的台海緊張 美國當然在背後 南韓跟日本都在緊張的緊盯著局勢 因為他們怕被中俄給夾擊 光看你看地緣政治跟地理位置 俄羅斯在這裡 中國在這裡 日本在這 南韓在這 如果中俄夾擊的話 這兩個國家恐怕是吃不消的 有幾個現象面我們來看看 在8月17號那一天 日本的保安局局長 以及中共的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兩個人在天津開會 開什麼會 當然兩邊國家的安全會議 經濟各方面 可是重點來了 有可能他們要協調兩國的領袖峰會 這是一個探路的會議嗎 兩國在今年其實建交是50週年 另外我們看看南韓 南韓新任的總統上任了 我們可以看他的新的外交部長 普正他怎麼說 他說沒有中國的話 他認為中國是南韓最重要的經濟夥伴 如果排除中國的話 那印太的未來就難以為繼 這是他今天在一場研討會上說出的話 而在8月9號這個月的月初 他跟中國的外長王毅還在青島會談 那個時候王毅對外說 已經畫下了三步一線的底線 三步一線的底線 當然日韓的態度 會讓拜登非常的擔心 因為他主導的Trip4 這個所謂的晶片聯盟 日本跟南韓都是重要的國家 有沒有可能因此被削弱呢 我們先來請教賴老師 賴老師你怎麼看 包括G20 王建王 甚至是四方王建王 以及日韓在我們地緣政治上面的一些變化 G20這一次的會議 還有接著馬上要召開的 就是APEC的會議 都是在亞洲 G20是在印尼 巴厘島 然後這個APEC是在泰國 應該是在曼谷 這樣的一個接連的會議 所以這個全世界的前二十大的國家的領袖 也就是佔有全世界80%左右的GDP的領袖 都會到這個巴厘島來開會 所以這是解決目前跟明年後年這兩年 經濟非常的 全球的經濟非常嚴峻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中 能不能有效的開出藥方 這要看各國的 尤其是大國領袖 他們本身能不能捐氣成件 所以大家就在關注這個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美俄要捐氣成件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所以我們判斷就是 拜登跟普丁會面的可能性是零 但是我們只能夠期望 說在普丁講話的時候 拜登不要領導他的G7的國家離席 那麼或者是拜登講話的時候 普丁不要離席 我覺得先大家能夠平心靜氣的 讓對方把話說完 然後大家來找問題來解決 這個是我們目前估計 那另外的雙邊的會議 看起來這個習近平跟拜登 如果不是在G20會面的話 那很有可能會在這個APEC的會面 這個就是會外會 而這個會外會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做外交的部署 習近平這一次到這個瀋陽 就看遼審戰役 其實已經在給美國釋放出 強大的政治的訊息 這個政治的訊息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你要藉由台灣的問題 要複製在歐洲的惡物的衝突的話 那中國大陸也已經準備好 而且這一次的戰役 就會跟遼審戰役一樣 是一個逆轉型的戰役 也就是說在遼審戰役的過程中 共產黨的軍隊 就是解放軍是從小於國民黨的軍隊 轉變成為大於國民黨的軍隊 其實這個在意涵的意思也就是說 可能在這一次的會戰中 中美會整個更換過來 中國會取領導的地位 美國可能會有成為一個 原來是領先 後來成為後退的這樣一個情形 我覺得目前來講 是在進行的是政治的較量 那但是大陸也在準備軍事的這一手 因為軍事的這一手 安全這一手是一定要準備好的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 北戴河會議的結束中 大陸也釋放出這個訊息給美國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釋放呢 因為如果確實要在11月見面的話 那安全的問題 中美的安全的問題 軍事的問題要先搞定 接著就是中美的關係才能夠 政治的關係才能搞定 最後才能夠談經濟的問題 這三個層次的問題是要擺出來的 如果沒有搞定這些問題 你後面的經濟問題 那只是字節莫為 為什麼 因為一旦爆發的軍事安全的衝突 前面都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是雙方在較量的一個過程 更何況是二十大事在十月召開 那一般估計 這個中國大陸的人事已經搞定了 所以習近平連任的可能性是100% 而一個新當選的 第三任的一個中國的國家主席 他是張有實權的 那他的未來任期很明白 至少五年 那相對其他的國家來說的話 他當然要跟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中國的領導人 要跟他交往 所以你會看各個國家都在開始積極準備了 所以我個人的推斷是拜登當然也想跟習近平交往 能夠能夠會談 能夠把中美的關係做一個 至少再有一次的一個談判 那普丁跟習近平 那目前來講關係好到不行 所以中俄之間的會面還有更大的戰略的鋪陳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著就安庭文雄了 我們也很明顯的看到了 安庭文雄在這一次他也看起來是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機會跟習近平有個會面 因為不然的話他不會要他的這個安全保障局的局長 跟楊潔篪有談了七個小時的這樣一個會談 為什麼會特別注意到安全保障局呢 安全保障局是 他是第三任的這個局長 那他剛開始設立的時候 也就是第一任的局長叫谷內政太郎 那他本身設立的時候 其實有點仿造美國的白宮的這個安全顧問 有一點點仿造 但不完全一樣 那又有點像台灣的安全局跟這個安理 我們的這個安理 國安局 國安局以及國安會的秘書長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可是這個角色更特別是因為他是直接服務於日本的首相 而且在谷內政太郎的時候他是被首相重用 剝化了日本的這個跟中國大陸還有周邊國家安全戰略 所以我在判斷就是說這個局有這個安全戰略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構想的這樣一個功能 因此才由他這個局長跟楊潔篪 因為楊潔篪也大概就是這個角色來去會談 那在這個會談中中方提出來的就是中日的四個文件 這個四個文件日本要堅守 堅守的話那雙方可以往前談 所以我覺得雙方都已經把條件開出來了 對方都拿到了 回去那當然就是看文部符合條件 如果越來越接近這個條件的時候 那11月份會談的激勵就越來越高了 韓國這邊是因為新的總統上來了以後太勤美 太勤美現在韓國在做修補 但是修補能不能取得中國的信任 這點我們其實也就抱存了懷疑 換言之也就是說 目前來講這個外交部部長的這樣的一個喊話 其實也就是看起來初步中國大陸沒有規劃 跟隐習越會再見面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對韓國來講 當然也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跟習近平能夠會面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外交部部長在做這個 先放話 我覺得再放話 然後看看中方的反應 再來有下一步的鋪陳 我覺得最糟糕的最遏止的就是烏克蘭了 你看他的外交部部長承認 一交戰的時候他的家人就送出去了 開戰當天 對 那代表什麼 我家人跟狗都已經出國了 那就代表他知道這個內幕 他也在做避險 而泽仁斯基竟然沒有讓烏克蘭的人民 做避險工作 這個是壞透了 我坦白說我最擔心的就是台灣 如果我們的領導人像泽仁斯基一樣 假設美國給我們的領導人 一個明確的情報的訊息 說兩岸要交戰了 然後我們的領導人跟他的隔園 然後把他的家屬開始在做避險 還有狗 還有狗 還有貓 還有貓 蔡翔翔 對 然後卻不告訴我們國人 不告訴我們民眾 然後結果壹交戰的當天 然後他的家人 他的狗 他的貓 全部都送到海外去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原諒的事情 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責任司機應該要下台的 如果發生在我們台灣的話 台灣應該在第一時間 就叫我們領導人下台 所以我們其實媒體的責任 很重要 我們一直不斷的要求 你的訊息要透明 你要告訴我們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像是飛彈有沒有穿越我們台灣 對 像是包括現在監獄在受難的人有多少 受困的人有多少 我們其實要求不多 我們只要求你告訴我事實 民主黨政府做不到 對啊 民主國家的特點就是 它要公開 要透明 它的政策要公開 要透明 這裡面所謂政策是包括就是說 這國家所處的環境 你都要讓百姓清楚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齒路就是說 非但經過台灣的高空 就是日本人公布 那台灣人才曉得 這個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因為日本對這個飛彈經過它的高空 它是非常敏感 北韓的彈道飛彈有沒有經過 日本高空有好幾次 對 最後一次是經過北海道的高空 他們有試警 有試警 對 而且事外調查 因為有些的地方 它的試警的系統 就是停止 故障 日本政府調查要求責 追究責任 因為這個就是 因為戰爭是對人民來講 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尤其想要了解 國家有沒有處於戰爭的狀態 所以任何的民主國家 如果國家處於戰爭的狀態的話 它的決策跟它的安全的環境 更要透明 要讓百姓知道 所以這很奇怪 另外剛才你剛剛講到的時候 烏克蘭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5月11號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政府用盡了全力 讓民進黨立委全數的支持的情況之下 在立法院通過雙重國籍 可以擔任公職 修法 以前有雙重國籍被罵了 說後來改變了 委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要立刻進廣告 馬上回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美中的競賽是無所不在 兩個戰場澳洲以及中東 我們先來看看中東 一直有一個傳言 就是習近平近期可能會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沒有證實 可是從事實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國家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包括全面的戰略夥伴 一直從石油 一直從貿易 一直從一些雙邊貿易協定的簽訂 事實上兩邊的貿易總額 也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包括在去年2021年 雙邊兩國的雙邊貿易 是873億美元 比起過去成長 成長增加了209倍 這個數字非常非常的驚人 你也可以看到包括鋼鐵集團 德龍鋼鐵集團也跑去沙烏地阿拉伯來投資了 雙方還有一些簽訂一些合約 以及在房地產方面也有很多的商人在簽訂 所以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包括高級別的訪問次數 中美的競賽在中東看起來只有高級別的訪問次數是美國勝 包括投資額雙邊貿易以及軍火交易都是中國大陸勝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現在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貿易額軍火的採買都比以前多非常多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競賽還有澳洲 包括現在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國都可以說是全球僅有得分70以上的國家 這是指消費也就是說在COVID擴張的年代 在戰爭陰影下的全球的消費信心指數 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國的消費力都是提高的 當然還有澳洲 我們先來請教賴老師 台灣對於貿易應該很熟悉 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出口導向 我們東西賣的出去我們國內才有就業機會 我們才能夠賺到錢 所以事實上雙方的貿易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它是代表我們的就業機會 代表我們的經濟生活獲得改善 代表我們能夠繼續活下去 其實它很重要 那你想想看在石油產業這個部分 原本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買家 可是當美國發展出 成功的發展出頁岩油之後 美國從石油的最大買家 轉變成為石油最大的賣家之一 他就變成跟OPEC Plus 他們本身成為一個競爭者的這樣一個角色 在這樣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誰是石油最大的買家 他的角色就轉變了 那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是全世界石油最大的買家 所以中國大陸的這樣的一個大買家 它的地位當然就上升了 因為俄羅斯也想賣石油天然氣給大陸 然後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地區 伊朗還有包括委內瑞拉 當然包括美國都想賣 那你想大家都拼命想把石油這個產業 賣給中國大陸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這個籌碼就多了 也就是說賣方市場 轉變成為買方市場的時候 那你想對於沙特沙特沙特沙地阿拉伯來說的話 美國從以前的最大的買家變成競爭者 那東東就要求我要增產石油 然後降低價錢來損傷我的利益 那這樣的情形沙特阿拉伯看到美國當然越來越討厭 而他看到中國當然越來越喜歡 所以中國大陸跟沙特阿拉伯的合作的空間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麼沙特阿拉伯如何能夠擺脫過去對美國的依賴 第一個有這麼大的買家 這個對沙特阿拉伯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它可以提供很龐大的基礎建設 因為沙特阿拉伯它的王族 現在在規劃的一個沙特阿拉伯的未來 也就是未來城 這個未來城的整個建造的土地面積 比台灣的土地面積還大 規模很大 因為台灣是36000平方公里 可是我們的中央山脈 大概占掉我們的快三分之二 所以我們剩下的大概1萬多不到2萬的平方公里 是你想想看台灣就能夠發展出一個 這麼強大的工業能力 而沙特阿拉伯的25000萬平方公里 要容納900萬人 那它這個而且要預計投資1萬億 1兆美元 那你想這是一個多龐大的事業 好 誰能成見 中國大陸能成見 然後接著那就武器 過去沙特阿拉伯依賴美國的武器供應 現在它可以從中國大陸 獲得戰略武器的供應 那是不是關係轉變了 好 我們先聽一下廣告 回來之後再聽老老師怎麼說 好 我們來請教預防委員 您怎麼看現在澳洲他們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在調整對中國 現在這個總理他是真的想改善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因為中國大陸是澳洲最好的市場 最大的馮酒的市場 還有牛肉 還有譬如說像這個其他一些礦場 我們就不要一個講了 所以對他來講跟中國大陸改善關係 就是國內的可以滿足國內的 像這個農產品 還有其他一些工業礦產的這些用品 這樣的一個市場的追求 那現在一個問題在這裡 中國大陸就譬如說 假如你有口提議 牛肉不准進來 那總理當然火到說 你沒有這個背椅子 你沒有這個基礎 沒有這個依據講這樣的話 我們沒有口提議 但我認為雙方用字來講文雅多了 尤其是澳洲總理 不像前面的馬里森講話那麼充 我看雙方的關係 應該會逐漸的改善 雖然在軍事上可能 還是會有相當程度的對付